立法会完成酒店场所业务法的法案所有讨论 第二常设委员会主席陈习武表示 现时酒店内的餐厅牌照管理混乱 委员会建议酒店内的餐厅牌照一律由旅游局来负责 7号立法会第二常设委员会完成讨论酒店业务场所业务法法案 委员会主席陈习武表示 由于现时酒店内的餐厅牌照可以由旅游局发出 亦都可以由市政局发出 为了避免管理上的混乱 委员会建议酒店内的餐厅牌照管理一律由旅游局负责 而酒店外的餐厅牌照管理并没有任何改变 但陈习武也表示 委员会关注到酒店外违规餐厅的罚款是5万元 而酒店内违规餐厅的罚款就是10万元 但法规上并没有解释原因 要求政府对这方面进行说明 另外陈习武提到有委员关注到法规中将原先不在旅游局巡查范围的酒店房间 现在改为床查范围内 希望政府可以给出更改的详细原因 政府代表将在下次会议作出解释 我是记者李俊杰 前尤卿澳门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